近50人在1月1日參加了紀念公園追思華宿的活動 在柴灣過年神國紀念花園施學華的墓碑前拜祭 冕懷他生前為香港民主和平反六四事件所付出的努力 拜祭儀式早上11點鐘開始 參與拜祭的人在牧師朱耀明的帶領之下唱聖詩和進行默愛 佔中法在仁朱耀明牧師說 我們能夠讓先輩成為我們的榜樣 讓我們同樣堅定地走進這個社會 為弱勢的社群、為不公義的事 運用這種強權的壓制 我們能夠以尋找人性的尊嚴 尊重生命 維護公義 堅守人權 盜念者在思圖華的墓前排隊鞠躬並獻上白鞠花 曾經1989年因為六四民運事件而創立在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 思圖華在2011年逝世 他生成積極參與 以及領導香港民主政制改革活動 致力平反六四 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 他曾經參與黃雀行動 秘密營救在六四事件當中被中國政府通緝的人 當中包括當年的民運領袖吳爾開希和柴玲等人 紀念思圖華的五周年紀念活動 包括星期六晚的追思會 思圖華生平展 和在香港大學圖書館的思圖華書房藏品展覽等等 美國之音記者譚家琦香港報導